现在我们来看这个三段函数f of x 它依照这三个条件 函数会成为三个不同的形态 那如果这个函数在整个实数系上都是连续的 请你求求看a乘b的值是多少 那也就是我们要分别把a和b的值都给求出来 首先我们来观察一下 这个函数的分段依据是-1和-2这两个点 当x小于等于-1的时候 函数是一个样子 当x介于-1到正2之间的时候 函数又是另外一个样子 当x大于等于2的时候 函数是这个样子 好,所以我们要先了解到 如果函数fx在整个实数上都是连续的 那么分段的那两个点 -1和正2这两个点函数一定也连续 于是x趋近于-1的极限 跟limit x趋近于正2的极限 这两个极限都必须要存在 首先我们来看 当x趋近于-1这个极限存在的时候 那我利用左极限等于右极限 因为极限存在 所以呢,limit x趋近于-1正的f of x 会等于limit x趋近于-1负的f of x 那我们把它的关系式给列出来 趋近于-1正就是比-1大的数 所以这时候的范围是落在-1到正2之间 这时候函数呢,叫做ax加b 那我们把-1带进去 所以得到-a加b,就是这里 那另外一边呢,如果x趋近于-1负 那就是比-1小的数 这时候函数是在这个范围内 所以函数就是4x 把-1带进去,这时候得到-4 也就是这边 于是我们得到-a加b等于-4 这第一个关系式 接着,在正2这一点 如果函数在正2这一点的极限存在 那么,左极限就会等于右极限 也就是说呢,limit x趋近于2正的f of x 会等于limit x趋近于2负的f of x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时候可以得到什么条件 当x趋近于2正的时候 就是一个比2大的数 这时候x大于等于2 它是属于这一段的范围内 所以函数等于-5x 把2带进去得到-10 就是这里 如果趋近于2负的时候 它是一个比2小的数 这时候范围是落在 s介于-1到2之间 这时候函数是ax加b 再把2带进去得到2a加b 是这里 于是我们得到2a加b等于-10 第二个关系式 我们把1和2这两个式子解联力 可以得到a等于-2 b等于-2 所以呢,题目要算的 a乘b的值就等于4